第163章 我不想你走 桑桑的脚离开城墙 向云里那艘大船飘去 宁却抱住他的腿 不让他离开 就像很多年前 在荒原上 云破光明线 浩天神国大门开启 桑桑向天空飘去 宁却站在原野上 毫不犹豫地抱住了他的腿 那时候 桑桑带着他向天空飘去 最后是夫子抓住了他的脚 现在人间已无夫子 他再不想他离开 又如何敌得过整个人间 桑桑飘离城头 来到空中 宁却没有留下他 只留下了他的鞋 他给桑桑买的布鞋 桑桑落在船首 将手里拎着的青狮 扔进云中 青狮迎风而涨 便回数百丈高 镜间棕毛乱黄 狂笑一声 云破青天线 他奋力地拖动着大船 向青天而去 长安城做出了反应 精神阵释出一道灵力至极 仿佛可以撕裂天空的杀意 宁运在城中 无数街巷建筑里 时刻刻意击出 无数唐人走出屋门 涌到街巷上 看着天上那艘不可思议的巨船 和船首那只大青狮 脸上写满了敬畏和恐惧 精神阵 没有向那艘巨船发起攻击 因为船在城外 街巷里的无数唐人 虽然惊恐畏惧 但没有人放下手里的武器 甚至有人开始捡石头 桑桑站在船手 背着双手 无限的光明 把他高大的身影投影在地面上 让城头变得有些暗淡 便如宁缺此时的情绪 青狮拖着大船出云 向着高空而去 开始的速度很缓慢 但很明显正在逐渐加速 而且天空遥远某处 隐隐出现了一道金线 那道金线 不是浩天神国的大门 神国的门早已在数年前 被夫子毁了 那道金线是暗 是桑桑想要抵达的彼岸 有暗便不需要门 他若有无上智慧 便能抵达彼岸 而他的智慧早已得到了证明 无论是夫子 佛祖还是宁缺 甚至是他自己 都在那份智慧里 就这么走了 难道所有的一切 都是假的 宁缺站在城头 看着天上那艘巨船 面无表情地问道 难道 我为你修了几十年的佛 是假的 我一把屎一把尿 把你拉扯大 也是假的 难道那场饥荒是假的 整座民山都是假的 魏城是假的 还是长安是假的 桑桑站在船首 没有转身 沉默不语 不说民山 不说当年 只说你我在一起 折腾了千年的时光 你连杯茶都不给我喝 就想这么离开 你觉得合适吗 宁缺看着越来越远的那艘船 艰难笑着说道 桑桑站在船首 依然不转身 依然沉默 宁缺缓缓地握住铁刀的刀柄 盯着他的背影 声音微沉 一字一句地说道 我觉得 不合适 所以 你就别想走 撑的一声 他抽出铁刀 向着天上那艘巨船斩去 在佛祖棋盘里修佛 是他和桑桑一起修佛 桑桑悟通了 此行普度的方法 宁缺又何尝没有收获 他同样学会了凝聚众生之意 无比磅礴的天地元气 被精神阵召集 经由镇岩柱 源源不断地灌进他的身体里 城里无数把刀 离翘而起 千万刀 再现人间 两道灵力的刀痕 从长安城墙破空而起 须余间来到天空里 组成一个清晰的人字 两道笔画交汇之处 正式传授 当年在长安城里 唐人众志成城 他且精神阵之力 及百万人之念 在青天上写出了一个人字 斩得灌主生死不知 在佛祖棋盘里 他于封顶修佛 夺来千万佛与菩萨的信仰 借桑桑之力 在黑暗的天穷上 写出一个人字 破了千年的困局 这是他第三次写出这个字 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呢 宁却知道 自己这道刀斧 不可能斩破桑桑脚下的巨舟 因为那是信仰之舟 所以他斩的是 传手之前的那片空间 轻师踏云而行 与传手之间 有根无形的绳索 便在那处 宁却要把那根无形的绳索斩断 两道刀痕 出现在青天之上 笼罩巨舟 桑桑 终于转过身来 神情不变 伸出手指 点向刀痕 他伸出一根手指 那根手指很迁细 指尖的面积很小 宁却的两道刀痕 已经快要把整片天空切割开 相会之处 足有数里方圆 但桑桑的指尖 却把这数里方圆的空间笼罩 无数气流建设 光明的云层 被似成无数碎序 大船继续稳定前行 桑桑一指 便破了宁缺的人字符 两道笔画渐行渐远 最终在天空里 分崩离析 散作无数福意 就像是无头绪的乱风 然后被光明 净化成虚无 看着这幕画面 宁缺沉默不语 铁刀斩出的那瞬间 他便感觉到 这两道刀痕不够清纯 写出的人字符 显得非常勉强 只是他想不明白 这是为什么 因为畏惧吗 是的 灌主再如何向神仙 在意志强大的唐人眼里 依然是和自己一样的 人 但浩天 毕竟是浩天 他们怎么能不畏惧呢 街巷里有数百万的长安人 其中有很多人的手里 拿着武器 他们都想保护自己的家园 但不是所有人都敢对浩天出手 意志不同意 便不能发挥出 人字符的最大威力 众志不能成成 这成又如何能挡得住 天威一指 在棋盘里 你能写出那个字 破开天穷 是因为我在你的身体里 那些佛摆的是你 你需知晓 即便在长安城里 众生 依然是我的信徒 这众生 如何会听从你的意志 我已不在 你又如何 能够再写出那字 桑桑站在船手 看着宁缺平静说道 不过你能够领悟众生意 这让我很欣慰 仔细看看我身下的船 或许 你会领悟更多 宁缺沉默了会儿说 欣慰个锤子 领悟个鬼 想来再会之时 便是生死之间 你若要战胜我 便要学会 真正写出那个字来 到时 你我再见 到那时 我或许已经老死了 桑桑静静地看着他 不再说话 准备转身 便在这时 宁缺忽然说道 你以为 这样就结束了吗 哈哈哈哈 桑桑微微皱眉 宁缺忽然大笑起来 当年在民山里 没有屠夫 我也没让你吃过带毛的肉 我打不赢你 你也别想着逃掉 不要忘了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都在不断地败给你 但你什么时候真的离开过我 说完这句话 他转弯回刀 插进了自己的胸膛 他插得很用力 有黑而锋利的刀身 直接捅破他坚硬的血肉和骨头 伸入胸腔内部 风间 递着他正在不停跳动的心脏